周四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总体来看今天三大指数表现不错 基本上都走出了一个单边上涨的行情 而且今天称得上是一个大涨的行情 我相信大家此刻的心情和我一样都非常开心 虽然在周二指数大跌的时候咱们挨了一顿毒打 但是周三周四的反弹 我相信市场当中大部分个股都已经创新高了 那么很多人就问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怎么看呢 还有的人说我手上有的股票涨得很多 我很开心也有的股票没有怎么涨 接下来怎么去研究现在的市场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详细讲一下 首先我们讲第一点今天的成交量 今天两市的成交量比昨天增加了600亿 总共有1600亿的成交量 我们看到成交量不是很多 所以今天并不是浮涨行情 热点主要集中在一部分板块当中 如果说你做的板块不是热点的话 今天可能没有赚太多 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这种市场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它的分时图 以及当前大部分个股的位置 我们怎么去看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个指数 今天的指数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依然是分化为主 市场当中 整个加权平均法表现相对弱一点 指数上阵这边上涨了0.8% 但是我们看上阵指数 所有个股的平均涨幅是1.4% 大家也知道在昨天的话是0.6 前天指数是下跌了1%左右 所以这三天整个所有个股的平均涨幅是涨了一个点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应该回血了 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市场情绪 市场情绪今天是不错的 上涨的加速3000多加将近4000加 那么下跌的加速呢 大概有1000加左右 少部分下跌 那么很多人讲了 我就是这1000加当中的怎么办呢 也不用过于担心 只要市场好了 指数涨了 你可能手上拿的股票不是第一梯队 现在涨的是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 你那是第三梯队 到一定程度的话 你只要能够拿得住 到时候可能会有补涨的 也就是说成交量不足嘛 就这么多资金 对不对 他不可能全拉起来 拉有那么多钱来 这是一个关键因素 那又有的人说了 我手上的股票涨的很多 我要不要跑 在这里的话 我们明确讲一点 虽然现在是一个轮动的市场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手上的股票 他到底是大牛股还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根据一条原则 趋势不破没有问题 什么是趋势呢 比如说 他有一只标的 他涨了两天了 涨了两天了 你从日线级别 你根本画不出趋势线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调整到60分钟 或者30分钟 然后给他画一条趋势线 趋势线我们天天讲 你应该懂 对不对 只要趋势线不破 那就还没有问题 趋势线破了之后 再走也来得及 毕竟如果说你失去了翻倍股 或者十倍牛股 不也是难受吗 对不对 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分时图结构 我们来统计一下 这段时间的市场 对不对 我们虽然看到今天收盘 收在了3520多点 对不对 感觉这段时间指数跌了 但是实际呢 市场的赚钱效应 并没有完全减少 因为大家也可以明显看出啊 在这段时期 首先啊 这里指数和个股之间分化 个股涨得好一点 这里大幅分化 这里也是分化 这几天啊 基本上都是个股的涨 指数表现要弱一点 所以如果说你单顿个股的话 很多个股甚至已经上升到3600点以上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就非常明显了 因为这几个 比如说今天吧 今天啊 指数和个股之间差多少 差大概0.7%左右啊 在昨天的话 差不多0.6%左右 那么这一天的话 差不多有0.8%左右 因为那天指数没有涨 那这里的话 差不多0.4%啊 这几个相加 大家可以得出 大概有2.5%左右 也就是说这四天当中 个股跑赢指数 大概2.5% 那么什么概念呢 现在上证指数是3500点 这2.5%相当于890点 对吧 很简单嘛 890点你再算一下 今天收盘是3520多点 那实际就是3600点 但是我们如果说 单纯看指数日线级别K线的话 你感觉好像这段时间是下跌的 实际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的 就是只看指数了 只看指数 你可能会损失一些机会 对不对 只看指数 你现在感觉是一个下跌通道 但是实际呢 指数已经开始反弹了 从这前面就已经开始反弹了 而在这个位置 很多人担心指数涨不起来 是不是危险呢 这里的观点 我恰恰相反 指数不涨起来是好事情 不涨起来才便宜 才没有压力 在这个位置 你说指数哪有什么压力线呢 没有啊 压力线在上面还早了呢 对不对 这个位置都是压力 所以个股先涨 涨到一定程度 指数突破到那个时候呢 市场指数跟个股之间 可能又会形成轮动 到那个时候个股下跌 指数上涨 就是买基金的人和买股票的散户之间啊 它形成这样的轮动啊 你方唱吧 我登场 总有一个人笑 对不对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啊 日线级别的KDG线啊 KDG线呢 我们要讲一下 因为它现在有一些变化 我们看一下啊 接线的话 在这个位置 隐隐有一些掉头向上的痕迹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形成金叉的话 则指数后面有补涨的需求 明天是周五 明天周五呢 我觉得指数大的问题也没有 因为个股已经涨了这么多 指数其实也有补涨的需求 在前期指数形成死叉的时候 指数跌了下来 那现在如果说明天再往上涨一点 往上走到这个位置 明天不需要涨多 因为明天是周五 涨多了 其实到下周一也麻烦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位置 让它接线 在这个位置 刚刚形成金叉最好 到了周末的时候 如果说有什么利好配合的话 下周一啊 涨几天就不错了 如果说能够在低位形成金叉的话 正常啊 有五天安全期 如果说在低位啊 一般大凡都是这样的 在低位 就是超跌了之后啊 在低位形成金叉的话 大概都有五天的安全期 好 我们去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板块方面的情况 板块方面呢 今天涨幅区前的很多啊 我们看到第一名呢 就是这个通用机械啊 另外的话 包括酿酒 今天也是大找 酿酒和食品饮料 它是消费领域的 另外汽车今天早盘 一开盘就开始冲啊 整个市场当中啊 包括文教休闲 电气设备啊 今天风光电走的也不错 风光电也是大找 包括通信设备很多啊 今天呢 不是美举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都是上涨的板块 那大家呢 也非常开心 我们也不去讲这些板块 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长起来呢 都是好的 对不对 有的是超跌反弹 有的是热点集中 有的是大多数人 关注的比较多 这些呢 到了明天 不会说都涨的 肯定会有一些 因为今天是普涨 普涨之后正常有分化 有一些板块 它明天可能会冲高回落 有一些呢 就是冲高之后震荡啊 就是很简单的 把市场当中 到明天还有一部分 有板块有补涨的需求 包括你手上 今天没有怎么涨的 那明天可能会补涨 这都是正常情况 你们看大金融 今天没怎么涨 对不对 说不定明天大金融就补涨 因为明天是周五 你不排除周末的时候 有什么资金面的利好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两天早上 利回购都放的都比较多啊 稍微资金面宽松很多 这个预期的话 也是有渐渐改变的 这个情况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今天早盘 直接高开高度啊 这个形态也非常好啊 市场呢 短期呢 算是危险是解除了啊 接着奏月 接着舞 至于后面啊 它就在涨跌 也不用考虑这么多 跌能跌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涨呢 其实也涨不到哪里去 主要就是 还是要考验自身的这个技能 能不能选好热点板块 做一次啊 赚个十个点 二十个点 那才是实在的 亏的话 亏个两三个点 没什么事啊 不能大亏啊 要做到小亏大赚 这样的话 你的负利才能够增加 啊 非常简单 好 我们今天大盘就到这里 祝点赞者 天天涨顶板 大家再见 好 好